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江西列 我們現在呢來到一家位於台南的 看起來很像夜店的一家 泰式料理3D NEST 聽說是非常非常有名,因為非常多的 台南網友跟當地人都很推薦 這一家店 其實這一家我也沒吃過啦 可是聽說就是蠻多人推薦這一家 食物就先不講了 不過我們一進來,這個環境就已經 超泰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環境音 他們就是播泰文的一些歌曲 整個就很像出國的感覺 我們來品嚐看看這邊的泰國菜 到底怎麼樣 走了走了 我不是要開過嗎? 很快欸 我覺得很適合酒欸 這個Menu也太晶瑩剔透了吧 嚇死人的東西 我們在泰式餐廳看到這一個 而且它是新加坡 所以你看 鹿骨茶是馬來西亞的 各位鹿也是馬來西亞 我今天來吃鹿骨茶 他們現在在點餐 鳳梨炒飯一定要 蛤? 那我們主廚料你要點什麼? 有主廚 這碗也太Q了吧 媽媽 我不知道泰國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知道它很好吃 炒飯真的很猛 我講真的 我一直看到 炒飯裡加水果這麼好吃 我覺得它加了九層塔 結果很像 台灣跟泰式 我可以夾了嗎? 結合 它九層塔真的很突顯台灣的道地味道 哇 竟然它的泰台也有 九層塔欸 就是要加一點那個蔥 太多九層塔了 那個 那個旅遊板在上面吃的 喔 爬上來 然後 我現在在下面喊很多泰台 我覺得它的泰台口感很好吃欸 嗯 就是軟軟嫩嫩 我覺得這泰台大家一定要加這個 輕鬆下去吃 好加分 我覺得 而且它的蝦子都 每一個都超級肥嫩 嗯 嗯 如果想要看我跟蘇阿座泰台的話 好 你就這樣講連結看 如果想要看我跟強哥 欸我現在好 所以我這樣看已經裸體了 對 就去吧 超漂亮 超正 放麵 那我現在給一個大的泰台魚 嗯 很鹹 太鹹了一點 是不是要那個啊 加飯可以配飯吃啊 跟媽媽麵 我覺得綠咖哩 比較可惜是 吃比較少 但是肉很多 肉很多 感覺很像炒雞肉 對 因為我綠咖哩 我比起肉 我更愛那個吃 如果吃多多的話 我也很少 一直配飯 超強煮的好吃 還是這個 欸這個是好吃的 但是我跟你講 強哥煮的更好吃 強哥那個真的太可怕了 真的太好吃 可以賣 欸他們會煮 真的 我都講了嗎 那個鍋都一起跳 綠咖哩就差強人意了 可是我覺得 因為它裡面 感覺吃起來都是雞胸肉 所以很適合健身的人 很適合嗎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那個吃飯真的還不錯 而且它的蝦子超大塊 很餅 很餅 吃著辛4小時 好的 口aceut oui 就是 這個 太厲害了 我覺得這個清湯 真的很喜歡 如果有一點感冒 腸胃有點不適的 吃起來很舒服 然後北京來就是適合 到底在撐著還是在羞辱這種 我覺得是OK的耶 都是海鮮的那個鮮甜味 這家很厲害 你有沒有吃過海鮮嗎 我覺得有 我覺得比較偏馬來西亞的這種方向 但是跟台灣的蠻不一樣的 我覺得我將去判斷它像不像馬來西亞的 就是它會戲你的舌頭 你剛剛就想黏住 是不是 炸皮蛋 哇 好吃嗎 我跟你講 你今天會愛上 所以我覺得這邊很適合就是平日的上班族 然後想要舒適它就很快 它醬超好喝耶 好吃耶 真的好吃喔 真的好吃 它是那種印度煎餅 對 加乳酪耶 麻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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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烤拉 這當甜點 絕對是最棒的耶 我喜歡這個醬 這是什麼醬 菜式奶茶醬 菜式奶茶醬 我不懂你們怎樣 等一下吃這個 畢業 都畢業典裡的畢業 我覺得還蠻值得推薦的 喔 整個環境呢我給10分 我給10分 10分 太多了 可以嗎 食物的話我給8分好了 有一些真的蠻好吃的 有一些就還好 8分超高耶 真的嗎 那我給7分好了 口味呢就偏 台 就是有中泰合併的一種感覺 價錢 價錢的話我覺得就 很便宜啊 很便宜啊 很便宜 CP值很高 CP值蠻高耶 因為它這個環境 你以為你要花錢來吃裝潢 對對對 但是 一個人低銷才350 超便宜耶 那我們就馬上前往下一家 耶 喔耶 我們現在來吃我們的早餐 十二點了嗎 因為 台南的步調 比較慢一點 所以 我剛才上網找很厲害很漂亮喔 好漂亮 台南的餐廳是不是都在比賽 選北比賽是不是 對 會長得要這樣裝潢那麼漂亮的 真的 要做 and nurse 欸這邊很適合拍網民照耶 這兩位是誰啊 這兩位 欸 你們怎麼在這邊吃 你們怎麼說在這裡 好啊 欸我想我也是留給你們的 而且我跟你說 台南的每間店都超級大 你看那個鐵花板 我覺得台北的不夠看 喔完蛋完蛋 等等等等 我覺得很奇妙 而且這個打泡奶油的味道 對 番茄 番茄 對 有點像番茄肉下面 然後番茄少一點 對對對 就番茄的味道滿濃的 酸酸甜甜的味道 重新定義打泡豬 因為我意外喜歡耶 我覺得很特別地方 它的肉很大很快耶 就一般還會弄很細的 可是它是有嚼勁的肉耶 因為在前一個 泰國餐廳也有吃 然後我有講過 我的皮份汁多的 而且汁比較多 這個厲害 哇 這個綠咖哩比前一個綠咖哩 我覺得比較還好 但是如果你要講最好吃的綠咖哩 絕對是我做的 對啊 不要這樣說 這是什麼 南洋醬 鹿花 它是有點咖哩味的 然後它的肉很嫩 它肉很好吃 有蝦飯 然後還有一種沙啡的感覺 喔 喔 好美啦 魚很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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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讚 真的讚讚讚讚 世界第一 哇 你是離山的高麗菜嗎 哇 你多甜耶 蝦味很重耶 脆 就脆 你吃很脆 所以能夠咬下去還蠻滿足的 而且可以去拌爽 我跟你講他們這邊的湯 口感不知道怎麼形容 又濃又淡 因為濃又淡的這個東西 可能觀眾聽了之後呢 就不懂 就覺得說這個主持人在乾殺 對 廢話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 好濃 蛋 是這個節奏 真的是這個節奏 好濃喔 好濃喔 它的濃呢 是你再吞進去的 半秒到一秒之間 濃 我覺得那個濃會真是讓你劈一下 好濃喔 蛋 這一點 回 回甘味道有沒有 反向操作那種 而且 客人很難投訴這碗湯 對 你要投訴 你剛才是 欸你這麼濃太淡了吧 對 再黑口 然後就 喔 對不起 失農的 對不起 等一下我們真的沒有在服 就是我們真的用這個形容紙 是最貼切的 真的 我覺得是OK的 我會 因為會覺得 你第一口你覺得乖乖 第二口就是乖乖 第三口就是好玩 挑戰 挑戰你的味蕾 聽不懂我們去講什麼東西的 來自你 直接喝一口 直接喝一口 總體而言 就覺得這個環境是perfect 然後我先給它環境 滿分 怎麼辦我一直在給台南的餐廳 滿分還 因為就是裝潢很漂亮 然後很適合 出來度假的時候 你知道你是 一直好喜愛 吃個早午餐的地方 而且它的料理呢 我覺得我要給 七分 滿特別的 CP值我覺得稍微一點偏低 就是 給五顆吧 五顆 其實有一點小貴啦 就是我們這樣一個set都要 188 300 所以我覺得有點 稍微貴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 還是一分錢一分貨啊 就是我覺得那麼貴 那吃到東西還是 我覺得還不錯的 我們吃完晚餐跟早餐 我們現在緊接著去吃中餐給大家看 OK Let's go 然後這家叫做EMO 愛馬西亞人是講說 很難過的意思 對 對 我們吃的可能會難過 emotion 會 emotional 情緒化 那馬來西亞把它 因為偏貶義一點 對 我以為emotion來講 其實是bad 但是你直接emote的時候 就是bad的東西 我很emote 這個字比較是國高中 屁孩的 我怕肥膜的 不煮不煮 這樣啊 給我們今天不是來學這個語言嗎 對 我們來吃飯 再來到我們 台南的最後一家泰國餐廳 我們那時候在外面看的時候 覺得 欸 怎麼那麼小間 然後結果說不知它在裡面 很深 還有內建 有那個氣它的座位 很深的一家餐廳 它連那個標語都很深 This is more This is more This is more 這是基建主義的 我看到它的時候我就知道了 喔 喔 喔 你好好聰明喔 誰這樣搬來 對 這個店它是專門咖哩的 叫什麼 Hanini Masaman 這個真的是我最喜歡吃的台股咖哩之一 它是偏甜的咖哩 它是偏甜的咖哩 莫尼綠茶 對對對 莫尼綠茶 我來喝喝看茶泰 喔 我喜歡這個 可是我這幾天喝到 覺得還算不錯的泰奶 看昨天那個的確比較濃 我覺得很冰沉 咖哩的那個味道 不太吃太過 而是馬來西亞的感覺 哇 我覺得 皮麵的那個麵條 小心 看 老闆聽到 那個麵條 很細一點 我覺得比較 沒有那個Q感 醬料OK 但是麵條的Q度 還好 很細耶 OK 我覺得是它的口感 就是 不然它比較綿一點 沒有那麼膩膩分明的感覺 很像核糖的感覺 對 你要剩綠 不是超綠 所以你幫我後製 把那個綠色調高一點 對 這個就是甘油的顏色 是屬於那種料片的清淡的 這個是Tupo 我對馬西亞蠻咖哩的認知 這個糖好像加了有點 太明顯 蠻甜的 那個甜味 但是我覺得可以濃一點 那個湯 像說起來 然後他吃辣的 我覺得你可以來這裡吃 但是如果你是期待 要吃很辣的泰國肉 那種 那種 這裡可能就是 不是你期待的那一個 我們這次就是 比較走一種 高質感王美路線 對 很像每一間都有 它一點點自己的特色 就是 隧到你的 裝潢來講 我覺得是 滿美麗麗麗的 很舒服 感覺乾淨 明亮 也有泰國音樂 但是有點悶啊 我不知道 我現在在流汗耶 你有嗎 天氣熱吧 8分 然後食物的話 5分 欸我覺得那是也太貴 所以我覺得 5分 5分 味道直誇張 但是有點小誇張 好不好 你早就終點完 大家來這裡有什麼 那個氛圍 你看你看我們 昨天那一種 所以今天我先發掉 最終之一不在食物 今天這個影片就是 介紹了三家 台南的網美 泰國料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 推薦的 台南道地 泰國料理 那就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 下次來的時候 可以吃給大家看 那但是我 maybe我們可以嘗試一些 就接近泰國味道一點 好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新鮮的